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耀科技 今天我们来讲一台iPhone 5 SE的维修案例 这边有三台机子 都是SE的 是一个客人发过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黑色的 它说刷机刷不过 然后充电有震动 屏幕不亮 换好的屏幕上去也是不亮的 就是说如果维修完了怎么怎么样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这台机子是什么情况 因为它说不亮 我们以前肯定修的很多是有险无灯这种情况 我们先夹电给它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电池已经拆出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电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电源表夹电试一下 开机 没按到 闪了一下 闪了一下 然后就没有灯了 然后现在是有显示的 有一个苹果 用强光才可以看得到 灯是刚才闪了一下 我们再看一遍 我们再看一遍 好 我们再开机试一下 闪了一下 闪了一下 然后马上就黑了 但是现在还是有苹果在里面亮着的 这个电流也在走 然后证明它是可以开机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先检测一下它的主板的情况 因为客人说它已经换过屏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开始 好 主板我们已经拆错了 首先我们先从灯的这个座子开始 它这个灯三路在这边 一个输出两路回路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对立组织 这是它的输出端 445正常 然后这边回路1 582正常 然后这边回路2 诶 41 那么这边就不正常了 这边的对立组织是不正常的 正常来说它要跟这边一样 也是582 两路回路组织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一遍 不正常 那我们到图子里来看一下 这一路通往哪里 好 我们打开这个IC的图纸 它这个灯在这边 一路输出 然后两路回路 CT2 那么就刚才是测到这个点 组织不正常 看它出来并联一个电容 然后串联一个电感 电感的这一头通到背面的灯控里面 好 它这个线路就没有了 就只有这一条 理论上来说的话 按照我们正常的维修思路 这边如果不正常 有将近接地 比如说这个电容 放坏不坏将近接地了 我们可以先挑掉这个电容 如果不行 就要去拿掉这个灯控 然后再去测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先挑这个电容实际操作 好 我们回到主板上 刚才就我们说 并联着这个小的电容 那么正常情况下 肯定是先挑电容 如果说你直接去拿芯片 万一拿掉还是这样 那就很麻烦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电容给敲掉 轻轻的敲掉就行 好 OK 拿掉以后 我们再测下这个对立组织 还是一样 还是41 那么就不是这个地方问题 那么整条线路 只有唯一就是背面的灯控 会影响到这个对立组织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拿灯控 它这一个罩子 一个罩子全部都罩子的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罩子给它拆掉 好 我们先把这个天线给它拿掉 这个不拿掉的话 这个罩子不太好拿 直接把它抠掉 放在边上就行了 不用把它整个拿掉 然后开始拿掉罩子 随便哪里开始吹 从这边吹也可以 从这边吹也可以 随便拧 我是比较个人喜欢从这里开始吹 好 下来了 那么这个灯控在这里 我们放行为下面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是灯控 那624的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把它拿掉 好吧 选择一个好的位置 看这么好不好夹 这边捏着好不好进去 可以 可以 我们先把它这样拿掉 我们行为镜条清楚一点 先把它夹住 然后拿上风枪 哎呦 这个镜子不是很耐的 好 OK 拿掉了 然后放点这个焊油 蘸点这个锡 把锡脱掉 好 差不多了 再换一下 还不是特别的干净 好 OK 把它刷下干净 然后我们吃下这个点的位置 第二个点 哎 没反应了 我们拿表看一下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我们测一下 没有阻值 那因为芯片拿了没有阻值 但是也没有接地 这时候我们更换这个芯片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从这个6SP上面拆一个过来就可以 因为它们是通用的 拆机的芯片比你买来的芯片要好很多 买来芯片不一定好 拆机的肯定好 拆机的肯定好 刚才我们那个芯片是不要了的 所以可以随便夹 你这个芯片要的话 你必须要保健 不要把它夹碎 然后拿下来 然后给它换锡 OK 稍微刷一下 好 好 然后直锡 好 口气 好 然后给它装回去 先放一点焊油 然后呢给它装回去 因为在右下角 正常来说你们装的时候呢 不用放到显微下面装 我是为了给你们看 这样装反而没有在外面装那么方便 对准一下 OK 再给它加焊一下 OK 好了啊 要是我们再装机试一下 就拿个电池 这个电池不知道有没有电 我们试一下 诶 已经亮了啊 看到吗 已经有灯了 它只是没有电 所以没有电 我们插充电器试一下 好 已经亮了啊 我们等一会放在刚才开机 那这门这个灯呢 已经修好了啊 已经开始亮苹果了